活動是歷史與剛代地方道教的系列講座 今天應該這場是第六場 我們邀請了John McGuire 老闆教授 王修貴教授 李峰茂教授 常治晉教授 還有鍾樹仁教授 然後從各個方面讓我們了解到 我們對道教的研究 不只是從我們道教的內部 還從很多不同的視角 那今天田凱教授呢 他的題目非常特別 觀光崇拜與國國文化 然後他更關注的是不是從文字跟經典 因為我很習慣 他跟我們講他從口頭資料 而且不是現在可以採訪到的口頭資料 所以我們覺得像變魔術一樣非常非常危險 那田凱教授我跟我們跟我們多介紹 因為非常知名 他目前是在美濟大學 他也理論過海德堡大學 然後萊頓大學 很多地方他都待過 所以他會給我們提供很多 歐洲不同學派的視野 在進來我們的研究 那我想說我這邊就不沾用太多時間 我們就先掌聲歡迎一下田凱教授 謝謝 我們今天掌聲一點 因為中教也就有一個小小的儀式 我們一個證書的儀式 大家都知道 這回去我們要寫報告嘛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請我們那個中心的 謝士維 謝主任來一起 我們有幾本小書 送給田凱教授照一張照 張教授要不要 剛才交流了很多 要跟我們來一起掌聲一下 因為這次張教授給我們帶來了好多的學生 然後就可以 都在環動 用那種 用判斷的視野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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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接下來就 可以 反正有什麼操作樂 有什麼資源 站住 我們有什麼說的工具 你看 你喜歡這個 對 這樣就可以 好 好 這邊 三 二 三 二 三 三 二 OK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對對對 OK 我們就直接開始 對 對 OK 這就是我最害怕的這種機會 他要我用漢語講 當然用英語講更方便 你們又聽不懂 我就講得比較流利 現在你們都聽得懂 我的次問你們也聽得懂 有點不舒服 你看這兒 今天這個講演當然有很多現場 我們西方是很強調要 怎麼說很坦白的說法 我們不要覆蓋你的不全面 那一個就是不熟悉文漢語演講 主要是習慣問題 我估計我 我用漢語講的 話 我可能好一點 但是我昨天才到 今天才講了兩個鐘頭 所以我還不習慣 而且沒喝酒 你會喝酒的好處就是 講的比較流利 比較乖 不見得清楚 但是快 那詞彙 當然經的詞彙都掌握了 但是詞彙就不夠豐富 因為隨便的講演 隨便的講話當然不見得不見得不見得 但是我可以 但是學術性的詞彙另外一回事 那麼我寫過一本書 我書上沒有寫的東西還很多 所以講演裡便不能講完一本書的內容 所以我選擇了一個題目 一個題目的部分 我的主要目標 我有一個任務 一個mission 我的任務就是 常叫那個口語文化 而且對於我來講 這一定是非常自然的 沒有什麼意思的一種說法 因為我覺得 所有的歷史都是口語的歷史 先有口語 先有對話 先有國際的文化 以後 很多過程以後 才有歷史資料 所以對於我來講 這是非常沒有意思的說法 但是我發現 在大陸更是 在這個可能不那麼 但是在大陸 但是也在我次第的自然環境裡邊 都是流進大學 來不大學 還不大學 強調口語的意義 還是比較意外的 很少有歷史學家說口語很重要 因為他們是書蟲子 我也是書蟲子 咱們都是書蟲子 我們比較忽視那個口語的部分 我們也是Nert Nert 漢語怎麼說我不知道 Nert 災難 好 謝謝 以後寫下來 所以我們不那麼講口語的部分 但實際上文化就是口語的部分 所以我要追蹤這個方面 那這個題目有很多前輩 因為觀光崇拜當然是很大的很久的 但實際上在西方前輩沒有多少 最主要還是用日語寫的這兩位 因為一諾一齊 他這一早發表就是學術性的文章 當然更早還有別的東西 我一同會講 但是就是學術性的分析 就是一諾一齊 他寫的這一早 他非常強調那個佛教來源 因為有一個禦泉寺 他最早的觀光崇拜 不是觀光的知識 但是觀光崇拜 就是湖北東陽縣的禦泉寺 唯一說會講 所以他強調了一個佛教來源 但是他的實際上控制 展望不很好 我們說控制 可能展望更好一點 還有一個大宗修高有一點奇怪 他從文學的教徒去研究 他是文學學的 他不是宗教學的 但是他掌握的那個資料很不錯 真的很不錯 比我們西方人好得多 比很多中人人好得多 因為他的那個圖書館的條件 在日本的圖書館的條件 就是明朝 清朝資料來講比較好 而且圖書館都可以去 不需要什麼介紹去什麼的 所以他做 雖然他大學時候 小小的大學 但是跑了很多地方 他的一些文章很好 有一些中文翻譯 但是大多數他是用日語學 而且因為他不是憲政 It's not a belief 他不是憲政 所以他可以很坦白地去研究 那個觀光的不好聽的方面 歐文的要說 對你們來講意義不大 一個是德語學的博士論文 他因為前18年代 我估計他的那個 因為他在海德堡 我來這錢 我不認識他 我沒有跟他講 我們他已經去世了 但是他那個時候的 海德堡圖書館的條件很差 所以他主要用那個 海德堡圖書館 深圖磚去分析 那深圖磚 我今天不那麼講 那是深圖磚裡邊的 當然是深圖寫的東西 編寫 好 看起來都是嚴正 或者這些 實際上 那些嚴正都是改寫的 而且編寫 所以不可靠 而這不是一般的不可靠 就是不可靠的不可靠的不可靠 非常不可靠 所以你不能隨便用 當然也要用 因為不可靠的資料還是資料 但是你要知道 他的不可靠性在哪裡 那他沒有注意到這個方面 巴森迪多爾 讀讚奇 你們 我希望你們認識 他認識非常好的 但是他有一個可能 他不是真正的歷史學家 他是思想家 他搞絕學 他用歷史搞絕學 所以他比較忽視那個 我叫做 次要批評 source criticism 他比較忽視 但是他有很好的想法 他很早發表 而且他很有名 所以他寫什麼 都有影響 我沒有這個 他 我很敬妥 不應該 但是他的那篇文章還是蠻好的 他就強調了一個觀衆充分故事 一個想法 一個宗教 一個信仰 有很多階層 每一個團體 有他次第的看法和錯法 而且台灣的亂堂 台灣的一般性質 香港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他的 這篇文章的 1988年的文章的 比較重要的貢獻 但是事實來講 他用那個 跟第四條一樣 他利用前輩提供的事實 他沒有新發現 但今天沒有關係 我們西方研究 很多都是見 不可能有新的看法 不見得有新的 所謂事實 那中文詞調真的太多 最好的都是台灣學者 洪淑林 我不認識他 所以你們認識他的話 你們可以跟他說 我覺得他的研究非常好 當然我不同意 這個沒關係 他90年代一寫 而且寫法不一樣 但是他寫得非常好 考診好 資料分佈 分析有導師 都很好 胡小偉他的知識 比我的多了 他一定去世 所以我不能直接跟他說 他兩三年前去世 很厲害 因為他幫助過 我也很感謝他 但是分析太多 資料非常豐富 但是他控制的 都是文學性的控制 什麼都可以一起用 可是學家 文學家總是有這個問題 缺點 他們不分 那個資料的好壞 資料的什麼時候 什麼的 所以他們 資料控制 就是比較 怎麼說 One Dimensional One Dimensional 怎麼說 反正他的社交不夠 所以他的那本書 用比較麻煩 香港出版 香港出版 大概有一個人物 是大陸 不願意出版 太亂了 不是因為內容 就是因為太亂了 所以他的朋友 幫助他出版那個東西 但是利用那個比較麻煩 所以我實際上 我先做完我的研究以後 才真正的去看他 因為我很早就發現 他的分析 就是那個方式和我的 不符合我的方式 工處理的很好 王健傳 他很喜歡 你們可能認識他 最少聽聞他的名字 他很喜歡說資料 是他的這點 他很喜歡說資料 而且說了很多 他分析來講 主要的貢獻就是 清末官體信仰 清末的時候 那些上書的分析 尤茨安更好 他也研究那個上書 當時他也研究 清末清末清末清中期的那些上書 他在那個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念過書 所以他又有那個西方的 那個怎麼說 學術方式 又有中文的那個掌握 所以他有兩個傳統的好處 都在一起 所以他研究得非常好 那還有幾千篇 學術性的文章 還有好幾個 好幾本那個 介紹性的書 我都沒看過 明感 全面 我都沒看過 我掃描過 我看有沒有用 那大多數對我來講沒有用 因為他們都提供一些新的資料 但是他們沒有分析 他們說那邊有個廟 那當然有個官邸廟 倒是這個 這個沒有意思 但是為什麼才那邊有個官邸廟才有意思 為什麼官邸廟早期在台灣很少 為什麼那麼晚才有很多的官邸廟 當然 正全功的時候一定有官邸廟 很少 很少 但是為什麼那麼晚有那麼多的 因為二十世紀以後 二十世紀開始有很多的 那這個當然和專堂有關 但是這個沒有人仔細太清楚 所以雖然 學術很多 對我來講 論數不大 對不起 我不禮貌 那為什麼還需要有人研究官邸廟 我基本上已經說過了 仔細說一下 因為有兩個比較普遍的假設 hypothesis 我不同意 一個就是佛教來源 就是把官邸當作佛教的結果 結果 成果 第一個 基本上一個問題就是佛教 是什麼東西 我也不清楚 我不打算定義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道教是什麼 佛教是什麼 基督教是什麼 都不知道 而且我不感興趣 因為那個現象太大 那麼大的現象 不會有一個比較滿足 我們的學術性的定義 最後對地方人來講 又是精英 又是所謂的老百姓 他們都一無所在 他們不管 但是為什麼我們說 不是我 學著說和佛教有關係 因為最早的官公崇拜 好像 不對 但是好像 是玉拳式的 經過當陽現代 而且好像 因為現在 明末開始 切朗神的那個官公 官公的切朗神崇拜 比較普遍 所以有很多人說 大概 這就是那個官公的來源 而且因為佛院 佛寺的資料多 看起來 這個切朗神的那個 義很大 實際上有很多切朗神 不是官公的 所以沒有什麼 絕對的關係 這個我今天不講 但是我書上有講 第二個 假設就是文權影響 中國宗教 就是寫的東西 影響後頭文化 那當然我不要否定 這個可能性 但是相反 我估計更重要 後頭文化影響文權 而且今天要講的就是 這個方面 那第一 因為三國制 赤字通鑑 都是很有意義的書 特別是赤字通鑑 那赤字通鑑的影響 比那個三國制的影響更大 而不是赤字通鑑 本身都是赤字通鑑 長片還是技術隔膜 什麼的 因為你科學的 就是預備那個考試的時候 你一般來講 你的那個歷史知識 就是根據赤字通鑑 然後我七十年在 在大陸留學的時候 我的同學 中文的 中文的同學 童母 入美 他文革的時候 因為他運氣很好 爸爸是軍隊 所以他沒有想像 他也沒有學錯 所以他就看二十五十 看那個字 那看 就是發音頂上 他看字的通鑑 所以很多 原來的知識分子 都是通過字的通鑑 掌握中國的歷史 但是這就是 中國歷史的某一個方面 三國制也是 但是因為他們都看過那些東西 是表面的還是深入的 他們看過那些東西 看過三國原因 他們都認為 可能我們所看到的現象 都是那些小說 還是歷史質量的結果 因為我們比較重視文獻 那如果文獻有一個現象 口頭文化有一個現象 肯定是文獻來的 這個時候反對的意思 但是這個當然是難證明 因為那個口頭的氣道沒有生下來 那些口頭文化的推點就是沒有生下來 要不然不是口頭文化 那假設的不足很多 第一 而且還有更多的 所以這是比較簡單的說法 斑陽性最早的崇拜 肯定不是玉成寺 肯定就是那個河流旁邊 它被祝福的地方 第二 為什麼 而且怎麼從玉成寺傳播到別的地方 這個沒有人解釋 是誰帶那個崇拜 這個崇拜 要不然很多崇拜 因為佛院裡邊 佛寺裡邊有很多東西 沒有傳播 那為什麼他們傳播觀眾崇拜 是需要解釋的一個問題 所以佛教來了 沒有我覺得那個 假設不很好 至少不全面 那如果一個大多數文盲的社會 去崇拜一個文獻的現象 一個觀光 那如果對的話 你要證明那些文盲的人 怎麼知道這個文獻的內容 他們不是看書而知道 他們是文盲 而且中國傳播上 大多數的人 大多數都是文盲 有足夠的文字的人 非常少 因為一般沒有 在南門大多數 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 也沒有足夠的文字 他們可能看懂一些千字文 三次經那類的簡單的東西 他們可能會背論語 但是你會背論語 你還看不懂三國演義 兩位事 所以這個你都需要解釋 而且直到現在的研究 都沒有解釋過這些問題 因為原來這個講演 我在大陸錯過 也錯過 我改選 但是我也錯過 在大陸你總是要講清楚 宗教的義 我希望在台灣不需要 但是在大陸 要解釋清楚 宗教的非常起碼的作用 沒有宗教就沒有社會 基本上 因為所有的社會團體 都是有宗教的 Gault 祭祀 所以所有的 連儒家 所以世俗化 所謂世俗化的現象 還有宗教 基本上沒有沒有宗教的團體 你得到十九世紀末 二世紀初 沒有那樣的現象 所有的社會團體 都有宗教背景 但是這裡就不需要講 而且你要教相 但是我可以把我的PPT留下來 也沒有關係 不需要教 要不然你給我發個音量 因為教相讓我不舒服 可怕 佛教來 就是玉城寺 很遺憾 我還沒去過 但是 剛才那個 我可以上網去 你用Google 所以我心裡好像 認識這個地方 而且現在的地方 已經不是以前的 現在就是觀光化了 佛教的來源的那個假設 定義問題是最大的問題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佛教是什麼 我還有一個大陸的意思 日山的意思 因為每一個佛寺 不是存在的佛教性的地方 有很多別的方面 是很多訪問 還是來拜的人 他們不是按照佛教的教條來拜 他們是按照他們對土地公 天公什麼的那些習慣去拜 所以他們的拜的方式 不是佛教性的 那很多傳統的佛寺 他們也有跟佛教沒有多大關係的 可以說是廟 觀光是一個例子 但是還有很多別的例子 所以佛寺就是一個地方 所以一個東西在佛寺裡邊不證明 那就是佛教性 那觀光崇拜 實際上比喻泉色更早 但是這裡就成為一個口頭文化研究的問題 因為我不能整理 我沒有證據 我都有邏輯 我的邏輯非常好 當然 但是還是都有 所以我寫下來的 有時候我有證據 有時候我沒有證據 但是你怎麼研究這個方面 那我比較喜歡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科學 想要學 科學小說 科幻小說 科幻 科幻小說 而且看那個科幻電視 那西方有一個叫Doctor Who 你們可能都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的話 你肯定喜歡 你需要比較好的英文 但是那個Doctor Who 他有一個傳統的 怎麼說 小建化房子 就是在倫敦 你去倫敦的話 原來 十二二十年前 他們都有那個紅色的 可以打電話的地方 Telephone cell 他用那個去過去 將來 宇宙什麼地方 什麼時間都可以去 我利用那個time machine 我寫下來 會訪問過去的機器 好 訪問過去的機器 我可以去做這個研究 但是很遺憾 我還沒有發明 我恐怕我去世之前 發明的可能性也不大 而且以後也可能不大 要不然他們一定一定找我 跟我去談話 那麼有意思的學 將來的人 肯定來訪問我 所以我估計這個time machine 不是好辦法 這是理想的辦法 所以我們怎麼辦 我們有傳說 民間故事什麼的 有很多描寫 比方說這塊小說 描寫那個口頭文化 道教的裡面 也有很多描寫 口頭文化的東西 而且你可以去分析那個傳說的分布 以後舉個例子 你可以去分析分布 一個現象的分布 distribution 通過那個分布 你就可以推測 用邏輯去推測 為什麼一個現象在某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是有辦法的 但是比較麻煩 我的假設就是 這就是一個假設 官公崇拜 原來就是惡鬼的崇拜 就是你們的有因公 有因公的崇拜 非常沒有地位的 而且它成為神的那個過程 是偶然的 不是故意的 結果看起來是故意的 因為官公非常偉大 看起來很偉大 有小說 有歷史什麼 但是有很多有小說 有歷史的人都沒有主辦 所以這是偶然的 它原來是一個惡鬼 有因公 聽上就是有因公 以後就慢慢地 好幾個世紀以後才成為神 但是這完全是一個假設 我沒有證據 我不能證 有一些神 比方說馬祖 保重大地 還有神 還有開戰神 開戰神王 那一類的 我寫過文章 我估計它們都是偶爾開始 有因公開始 以後就慢慢地才發展為 成為神 但是觀公文化 我不能證明 我可以做邏輯 那我就先做一個理想性 我就怎麼說 創造了 我用很多別的 故婚惡鬼崇拜的資料 去做一個理想性 我就可以推測 玉泉寺前的觀公崇拜 肯定在 肯定在 他被除死的地方 開始 以後 成為一個神以後 小神以後 才搬到那個玉泉寺 玉泉寺的資料 我們可以分析 這個很清楚 都有根據 最早崇拜的神 不是觀公 不是觀公 很清楚地說 資料很清楚地說 是魚肉 它不叫做魚肉 又是一個龍 很非常可怕的 恐懼性的龍 那個資料很清楚 最老的資料很清楚 七世紀高僧傳裡面的 可徐高僧傳裡面的 資料很清楚地說 又是一個魚肉 而且是一個壞神 不是一個好的 是一個壞的神 那個質疑就是崇拜 最早崇拜所謂崇拜的人 他就說 這個魚肉不是好 我們把他殺掉 所以那個就很清楚 最早的資料已經證明 那個神不是觀公 那個觀公以後才成為 他們就是 那為什麼僧徒這樣成 去崇拜那個神 對他們來講 有什麼共處 基本上是他們承認 地方社會的弟弟 一個地方社會的象徵 所以通過承認那個 地方社會的象徵 他們會提高他們 自己的名譽 名譽 和地位 他們就利用那個象徵 把它當作 自己的象徵 這是第二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就是 惡鬼崇拜 第二個階段 才是 那個玉成寺去崇拜 關公 這個 第二個階段 都有資料 都可以說很清楚 但是我們就很難說 唐完旗以後 他們利用關公崇拜 有什麼目的 當然 一般僧徒不能承認 他們才利用地方聖教 所以這個就很麻煩 那佛教的傳播 是不是有貢獻 可以去研究 這個有資料 還是 應該有資料 實際上缺乏資料 而且 因為缺乏資料 我就不同意這個假設 第一 雖然它可以從明中期以後 十五世紀末 十六世紀末 十六世紀初 它可以成為一個千朗神 另外 大多數它不是千朗神 而且很多千朗神 就是千朗神 不是具體的人 也有很多別的無限 無限大地 還有別的 所以千朗神不一定是關公 關公有的時候 可以做千朗神 現在更多 因為現在大陸裡面 對他們傳統不了解了 所以他們換了他們的傳統 他們新發明 新發明 他們發明新的傳統 但是這些新的傳統 不是真的傳統 是新發明的傳統 所以現在大陸 有什麼千朗神 關公會千朗神 財神什麼 都是比較新的 新的發展 所以在玉泉寺 它原來也不是千朗神 它是護法神 那護法神的地位 比千朗神要高得多 護法的都是支持人 都是送很多人 送很多錢的人 被叫做護法人 護法的 donor 所以護法神也不是千朗神 所以千朗神的影響 不會很大 不會解釋 為什麼傳播到那麼多地方 因為那些地方 它都不是當作千朗神 那我就研究過 跟佛教有關的早期傳播 因為這個有資料 宋朝有資料 宋朝、元朝、明朝 有很多地方是 你可以去分析那些地方 去了解神的傳播 分佈 那我發現 在荆州都是當陽縣 當陽縣 就是荆州的一個縣 荆州沒有多少縣 可能有兩個縣 但是都是它的一個縣 悲孫王期 悲孫王期 都是徽宗時代 徽宗時代 都有一個有根據的 和佛教有關係的觀禮廟 也有另外一個 跟佛教沒有關係的 對我們所知 沒有關係的觀禮廟 所以一個廟 跟佛教有關係 有一個僧人在 關係也很前 但是有一個僧人在 另外一個廟沒有僧人 所以關係也很表面 另外一些例子 有幾個 沒有多少 我說沒有多少 你們還不能確定 但是以後有結局 還沒有多少 所以實際上 跟佛教沒有關係的傳播 跟佛教有關係的傳播 很有限 而且我以後去證明 跟佛教沒有關係的傳播更多 所以現在還看不出來 你可以說四個例子還不錯 但是有二十個例子 沒有 十五個二十個例子 是錯藥跟佛教有關係 同樣的資料來源 所以 因為 吃藥 食料都很差 都不全面 但是不全面的資料來講 有佛教的背景 比較少 有佛教的背景更多 而且沒有佛教 沒有佛教的背景更多 文獻 因為我先講那些假設的不全面 所以佛教來源 一個假設 我覺得沒有 不能解釋現象 不能解釋現象 一個假設 不是好的假設 第二個假設 我基本上已經講過了 但是 這個我沒用過 所以不用了 我一直在那裡 討厭 不喜歡 直接講 那個文獻 這是最早的 有崇拜性內容的 三國之評話 就是元朝 真的是元朝 我們有一個本子 是元朝的 有兩個本子 元末 對元末 對元末 那這裡 有描寫出來 而不是關公出來 這是關公 張飛 游備 關公 張飛 三個人在一起結議 很有名的結議 這個在三國之評 沒有描寫 你們可能知道 你們可能不知道 你們可以看到 他們是敗兄弟 不 他們不是敗兄弟 他們是成為兄弟 不一樣 不見得是敗 他們成為 他們合作 但是他們沒有藝術 三國之不講藝術 所以還不能說 是宗教性的 可能寫他們吧 但是沒有宗教性的內容 但是三國之評話 有這個描寫 但是 他們的這個 雞品 一個白馬 一個黑牛 實際上 拜兄弟的時候 很少很少 很少 历史上 历史上 文學上有 但是历史上很少 利用 因為白馬非常少 少有 很難買的 基本上 地方社會 你買不到什麼白馬 連買黑馬很難 白馬更難 所以基本上 历史上沒有人 利用這個 金品 那黑牛 所以 一般農民 不會去犧牲他們的牛 他們的水牛 水牛非常 之前 你不會犧牲那個牛 你要賣掉 可能 它老了以後 你賣掉它 但是 你一般不會犧牲你的牛 所以這個是不可能有的 基品 完全是文學性的 文學性的 基品 沒有什麼 歷史內容 所以 文學 文學 有什麼 影響 我們講一下 當然 我的結論 已經很清楚 對不起 不是不喜歡文學 但是我不喜歡人 過講文學的影響 那個 除此一樣 很多學 研究 巫師 巫師文化 基督文化 他們都說 除此 但是除此實際上 也是文學 沒有影響 什麼 活著的重要 原則上 文獻對 絕對的影響 不會很大 因為你文字 你太低 沒人看 也沒有很多人 聽懂 比方說 明南人 但是也是 山西人 他們聽不懂 那個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 是官話 也不是 三國演義 是文言文學 但是一般的 所謂的白話小說 都是白話 不是他們的白話 一般人的白話 就是官人的白話 官話 不是山西話 也不是明南話 所以一般老外星 連聽的話 他們還聽不懂 那些小說 他們更聽不懂文言 當然有很多人跟我說 我聽不懂 他們就跟我 被什麼事 我就跟他們說 那些事 你先看我 你以後才聽得懂 但是你沒看過的話 你肯定聽不懂那些 唐詩 三百說什麼 但是因為你先看過那些東西 你才聽得懂 所以他們對聽這個東西的誤會太多 很難跟他們講 對 對不起 誤會一些 不是 不是誤會 因此 因此 你們是專家 罵 罵 我才罵 反正 文字率太低 所以你要講這個問題的話 你必須要解決 文王怎麼會受到文獻的那個清醒 這個沒有人研究 那三國志故事 實際上也有歷史 它的影響 我在這裡說三國故事 它就是文學性的 是口述 口頭文學 還是什麼 就是文學 我不講那個歷史 歷史它沒有影響 三國志它沒有影響 那三國原理還是它的祖先 都是三國志平化 還是三國志系 緣取什麼的 有使用 那它有什麼影響 實際上我的老師 他寫過一篇文章 沒人知道 因為他發表是一個論文集 他不那麼注意 他在哪裡發表 因為他寫的太多 他很亂七八糟 他寫出來 他都要發表 他不注意在哪裡發表 所以這篇文章 你可能沒有注意到 但是他做過一篇 他是緣取專家 世界上水平 對 這裡也有一個 原來也有一個非常好的事 影響他 所以他是介紹台灣學 就不忘了他的姓名 但是台灣學 另外一些學 很刺激的研究結果 他都靠證出來 因為原來 原來就是 一直到原末 原末年 那個三國的故事的影響不很大 另外一個故事更重要 就是楚漢 楚漢的故事 你都知道 你下國香氣的話 你就知道有那個河流 河流就是楚漢 所以他考證出來 很多方面都是楚漢的故事 比三國的故事重要 三國的故事是明初年以後才重要 因為楚漢不喜歡楚漢描寫劉邦的方式 因為他那些故事都批評 開玩笑 說劉邦是一個農人 都是農人 但是他們在批評劉邦 對 所以楚漢不喜歡楚漢的故事 所以明初開始 明初開始 那個三國故事才那麼重要 但是那個三國 關公崇拜時 明開始以前已經傳到中國的全部 所以那個三國故事不能解釋 三國故事的怎麼說 傳播不能解釋 那個關公的崇拜 而且你去看那個三國原理的話 還是他的三國則評話 還是一些別的三國原理的方式 你都很快地發現那個套原結義描寫的 這非常文學性的題評 你會發現 它裡面沒有什麼關公崇拜的內容 如果你把它當作關公崇拜來源的話 你要找到一些關公崇拜的內容 至少那本少數要說 你們應該去崇拜 還是你們怎麼崇拜 還是為什麼崇拜關公好 為什麼崇拜張飛不好 為什麼關公好 為什麼劉備不好 什麼的 諸葛良 同樣的問題 所以那個文學作品都不講那個崇拜內容 理論上的內容 所以影響不會很大 而且文學作品 這些文學作品 都有很多沒有宗教性的內容 所以這個都不合理 相反 三國故事就受到那個宗教文化的影響 我舉一個例子 我以後就聽一個例子 我真的沒有寫 等一會兒就確定一下 OK 我今天可能不講 那一個例子就是無後子 我應該有寫 等一會兒 因為我 反正這個就是無後子 成都的無後子 去過 我也去過八十年代去過 現在我沒有去過 但是那個無後子 雖然是諸葛良崇拜 但是諸葛良 而且諸葛良在三國之眼裡非常重要 是沒有崇拜 基本上沒有崇拜他的人 很少有 在成都有 就是因為他和成都有一個關係 歷史上的關係 但是成都以外 很少有人去崇拜諸葛良 如果你按照文學作品的影響 去了解 觀光崇拜 你也要了解 為什麼 有的三國元裡很重要的人物 沒有崇拜 你不能 就用它去了解 觀光崇拜 也要了解 沒有崇拜的人的那個現象 崇拜的不是 一些人的不崇拜的現象 很坦白 還說錯 所以 這麼研究這個口頭文化 我已經講過了 推測 有一些奇蹟故事 我以後會講奇蹟故事 還有民間傳說 我說民間傳說 不是說老百姓 民間傳說 都是地方人的傳說 又是精英 又是別的 我沒有這個 大陸的那個用法 對我來講民間都是 Everybody 不只是 我不喜歡的 很笨的 農人的那個意思 因為實際上 在大陸的用法 就是這個意思 老百姓都是 不是我們 不是我們知識分子 別的用法 我不喜歡 好 那我怎麼辦 我怎麼推測 我怎麼用邏輯 因為我不能直接地去證明 一個廟是怎麼傳不到那邊 因為我們沒有資料記 很少有資料 有時候有 很少有 我用邏輯 這個方法叫 群體專輯學 群體專輯學 而且群體專輯學 一般都是人物傳 你去分析一個大群體的時候 你就創造很多人物傳 就是你的人物傳 很多人的人物傳 而且關於林教授的信息 和別的教授的 學生的信息 都不一樣 但是最後你就有一個數據庫 這個數據庫不用是監導的 也可以是紙上的 這個是紙上的 那個時候還沒有監導 這是八十年代開始做的研究 沒有監導上的 但是我有一個小的數據庫 這是一個結果 我找到了那麼多的 一百二十個明朝以前的廟 還有更多的 但是每一個地方 我就選擇最早的廟 比方說 三元縣 這裡 長期的 三元縣最早的廟 都是一千三百六十四年的 那這裡呢 咸陽 山西 山西 並上西岸對面 為何對面 他們最早的廟都 對不起 看不清楚了 你買我的書 但是 他們最早的廟 可能有別的早廟 但是最早的廟已經那麼早 所以那樣你就可以分析 一個現象 什麼時候傳播到一個地方 當然 一般的來講 你一個地方最早的故事和崇拜 可能比那個廟還要早 很可能 要不然你不能建立一個廟 一個廟是一個結果 是一個結果 一個成就 所以更早已經有觀光崇拜的信息 但是最起碼 那個時候都有三元 三元都有觀光崇拜 最起碼 那個時候有西鄉的 什麼是什麼 那樣 所以是一個方式 分析 分析的 怎麼說 工具 所以說利用很多不一樣的資料 地方是被文文集 最關小說 還有別人 去創造小的數據庫 群體專輯學 而且我分析的不是一個人物段 人物的群體 我分析的都是廟 廟宇的群體 那是方式樣 方法一樣 但是這個還看不出來一個廟的大小 基本上北方的廟大 南方的廟小 我才說 所以我講這個問題我今天不講 太複雜 但是廟的大小也不一樣 所以我把這個放在地圖上 你就看得出來 看起來南方北方差不多 南方都是壞河一下 北方都是壞河一上 這個比較 我運氣好 因為壞河就是那個白的地方 壞河就是那個白的地方 壞河就是那個白的地方 所以運氣好 壞河旁邊的那個廟外 好像不多 那個因為是邊站 而且是平 那個時候 就是元朝的時候 一直是貧窮的地方 原來不 但是那個時候 一直是貧窮的地方 他們沒有那些廟 看起來差不多 有一些區別 第一 南方的廟小 北方的那些廟 一般來講比較大 大那就是說 至少有三天 中大天 旁邊還有小 第二個已經算比較大 小的都是壞天 第二 南方人口多 南方人口多 北方人口少 所以實際上 北方的廟比南方多得多 這裡就清楚一點 妳看 那總的來講 要再增加 但是北方的廟比南方的廟多得多 而且妳可以做壞一個比率 妳就發現 把北方人口當作25%的話 妳可以變 它是基本的意思差不多 25%的話 有幾個廟比率就是那麽多 南方就那麽少 所以比率來講 人口和廟是放在壹起的話 北方的廟多得多 這個呢 都是推測 這個都提供一個新的事實 新的事實就是妳要解釋 為什麽在北方廟多 南方廟少 北方廟大 南方廟小 這個都要解釋 要不然妳沒有好的結論 第一個 新事實 妳不可以利用那個小說的影響去解釋 因為小說應該是會有文字的人 文字比較好的 他們要看那些小說 三位演員 天上好 我們去創造一個廟 建立一個廟 那這個的話 應該南方廟多 北方廟少 因為南方文字率高 多高我們不知道 但是肯定江南地方 江南 林南應該文字率比較高 比北方高得多 但是廟才南方高 才北方高 所以 邏輯來講 那個文獻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而且 如果文獻重要的話 應該在江南地帶 有更多的觀衆廟 所以 這些新事實 根據以前的那些假設 就根本解釋不到 另外一個事實就是傳播的速度 傳播的速度也不能根據那些文獻的傳播去解釋 因為有一個速度的變化 你看 這裡比較 南方廟多 南方少 北方多 你看這裡有一個速度 當然是理論 非常抽象 本身不是事實 這些數碼 不是事實 但是那個速度是一個事實 因為我跟別的廟比調的時候 我就發現 東約廟的傳播更慢 速度不一樣 所以每一個 崇拜有它次第傳播的速度 那為什麼有速度的變化 我也不知道 你需要研究根據的廟才能分析出來 需要比調才能分析出來 我沒有做過這個比調 但是有一個速度的變化 如果和文字率有關係的話 那應該是文字率再增加 所以更多的人去看那些小數 所以去建立一些信仰 我覺得這是不合理的 可是這就是推測 所以那些傳統的假設 我覺得是沒有用 佛教性的傳播幾乎不存在 道教性的傳播我沒有講過 但是主要也有定義 但是主要在南方 而且南方的廟也並不那麼多 但是還是道教的廟 道教的關公上面的廟 比佛教得多 多得多 所以還有那個 道教方面還有一個延遲的故事 這個故事很重要 在天師道 就是你道的歷史上非常重要 就是定前不前 因為時間不多 你們再邀請我就可以了 你們可能定前以後不要邀請我了 一定有 但是我的地圖的分析 與統計的分析就證明 北方分部最聰明 在北方幾乎沒有道教方面的廟 關公廟 當然有道教 全真道 還有很多很多 但是關公方面 道教的廟就沒有 基本上沒有 最早就是 謝州 謝州的延遲旁邊的大廟 他雖然南宗 北宗已經有 北宗晚年已經有 十一世紀末年 肯定有 但是他和道教的關係是 一二七六年才開始 很晚 有一個十年功 那時間就是 建立起來以後 兩個三個世紀才有 跟道教有關係 所以不可能是 道教的那個驅邪意識 觀公屋 基本上道教裡面 就是驅邪的一個元帥 和文雄明一樣 元帥 這個雖然有意義 但是意義不大 不影響那個傳播 佛教根本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假設 這個 對不起 就是一個 建 Error 那個 這裡就不出現 對不起 所有的那些 四塊都是建 基本上我的假設 我也不能證明這個假設 完全不能證明 很難證明這個假設 我可以說它比較合理 但是不能證明 沒有直接說出來 十五世紀才有元帥的證據 肯定那個時候已經有元帥 但是那個時候都是 北宋南、北宋元朝、北宋元朝、北宋元朝 還沒有人講香氣元帥 有雙眼 但是它沒有那個概念 沒有那個香氣元上的概念 對著我們十五世紀才有資料 所以這就是實料問題 因為肯定那個時候 因為那個謝州的元 馬王隊已經有記載 馬王隊出圖的文件裡面已經有記載 所以那個時候已經有記載 更完肯定有元帥 而且你看那些地幅 我這裡沒有寫清楚 但是我也錯過另外一個地幅 把所有元帥去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你就會發現 傳播的地方不是隨便 傳播都是比較 怎麼說一個市場網絡裡面 比較高的地方 有post 有遊戶 遊戶戰什麼的一些 比較高的地方 尤其小的偏僻的地方 所以肯定有那個關係 但是我就分析不出來 不能很具體的分析出來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假設 我的新的假設就是 演唱就是最主要的傳播媒體 他們怎麼辦 他們不是在很多石頭上的 他們帶那個故事 帶那些概念 那些口頭文化 他們從那裡邊 帶那個口頭文化 到別的地方傳播 把奇蹟傳播到別的地方 因為奇蹟就證明那個 神是值得贏的 值得崇拜的 但是這個沒有地圖的話 你就分析不出來 那口頭文化的傳播是什麼 怎麼回事 基本上就是這個現象 我們有教片 你們在這裡看得到 口頭文化的傳播 因為口頭文化怎麼傳播 都是有交通方便 交通方便才有傳播 農民不做移民的話 農民不去試傳播 你就沒有傳播 沒有人跟他們說話 你們這裡 我們現在就有這個現象 我來口頭的傳播 如果不來聽的話 我就沒有什麼傳播 我喝血 沒有 沒有長眼就沒有 所以在這裡就看得到 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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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太后 他不是觀工的 他當然拜觀音 拜什麼觀音 東洋門前邊的觀音廟 一定沒有 六十年代就沒有了 大陸 對不起 觀工 我最全國全大陸那個地方 最有一個廟 就是那個觀工廟 很小 這就是中洋門 這裡 我站的地方就是前門 你去那個前門廣場的話 你就知道 中洋門前門 左邊 左邊 右邊 那些門已經沒有了 中洋門的 左邊的觀工廟 是所有的參加 全國考試的男人 都通過的地方 你要去考試 做一個建設考試的話 你要通過這個地方 不是前門 前門關閉的 但是那兩個門 你就出過那個地方 你就去拜他 你要問他 我會不會考上 你會不會考上 我會不會考上 那女人又另外一回事 我就不那麼熟悉 以前不用講 他去問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 所有的皇帝 明末的和清朝的皇帝 都在那邊拜過了 因為十六有寫 十路 明朝 十路 清朝 都有寫 所有的官人 當然我們沒有記載 但是我們有很多記載說 官人 還是將來的官人 在那邊崇拜 所以那邊的崇拜 會影響全國的崇拜 而且我書記講過這個問題 因為他成為官帝的那一年 是萬曆末年 那很快 而且這不是 怎麼說 清就是不是 不是說 不是說 不是禮布給他那個名存官帝 所以這就是皇官 UNIX給他的 萬曆皇帝和UNIX 一起給他的 所以沒有公開的傳播 但是 這個廟 在這個廟裡 他就成為官帝 這是萬曆末年的時候 那關於末年以後 三、四年 全國已經知道了 而且全國知道的人 都是知識分子 因為 有客人去讀 所以他們都參加那些 考試的時候 在那邊拜 他們一拜就知道 哦 他原來是官網 現在成為官帝 所以他們把那個消息 傳播到他們的地方 在我的社會都有分析 所以 口頭文化的傳播 都是市場上的 有交通方面 都有口頭的傳播 口頭吸氣的傳播 但是一個崇拜 不只是口頭文化 是一個身體的那個東西 你去崇拜都是這樣 還是 磕頭 還是什麼 不論是 都是身體的一個東西 而且沒有說法 就是身體就知道 你的腦子當然知道 但是腦子裡邊不是口頭的問題 就是你的腦子 這就是身體的經驗 我必須喜歡 深夜 體驗 體驗關注 很多方面 我在書上 我研究過一下 是應該有更多的研究 我們比較忽視一個身體的方面 崇拜著身體的方面 當然 口頭方面 有故事 有意識 意識可能有文獻 但是那些文獻 你去看科醫 到教科醫的話 你很快就發現 它們很不全面 很多方面 意識的方面 它們都不說 都不寫 你意識到教科醫 你很快就看完 但你不知道科醫 實際上可能是兩、三、四個鐘頭的話 你都覺得很奇怪 科醫的文獻 和實際上的那個意識 有那麼大的區別 那都是因為你口頭的方面 身體的方面都很重要 那我特別 我的一個個人的發現 可能學術上面有什麼意義 就是你最後一點 觀光神聖的時候 經常有一香奇怪的那個香 味道 奇怪的聲音 就是很特別 我原來沒有注意 因為我也是宿主子 我也不注意那些 我沒有什麼傷水 我愛人也不用傷水 所以我沒有這個 那個文的那個意識 但是那個神 有特別的味道 特別的那個smell 而且很多奇蹟的故事 都講到那個方面 所以好像傳統社會上 那個香很重要 不就是分香 也是很多別的 所以香聲音也很重要 我將來要寫一個佛教方面 佛教歷史 早期歷史的口頭文化方面 裡面的書 要講聲音 不是講話的那個聲音 就是 那樣的聲音 嚇我 你看 你這樣做的話 你就注意了 睡著了 現在注意了 明白我的意思嗎 聲音 本身也有一個歷史 而且以前早期的歷史 和以後的歷史不一樣 因為我們對聲音的感情 有變化 我們現在的變化 現在的那個了解感情不一樣 和以前不一樣 所以我發現那些奇蹟故事裡 經常講到那個香 香 味道嗎 smell 和那個聲音 什麼 所以我們還有很多方面 可以做歷史上的研究 那些給大陸人寫的一個講演 對 他們要比較強調 那個宗教不是一個想像的東西 是真的東西 實際世界上的東西 這個對我來講也很關鍵 這個宗教不是一個樹上的現象 是一個實際世界裡邊的現象 比方說防守城市 關公的一個很大的功能 就是防守城市 特別是城市 很大軍隊 但是城市最多 他就送他的兵組 他的應兵 還是牽兵 還是牽兵 有很多說法 spirit arms 他送他們 他是自己出來的 而且人都看到他 要不然他們也不知道 所以他們看到他 他在保護那個城市 最有名的 都是千里教世界 那個世界都是 我研究的 千里教 他們侵略故宮的時候 他們攻擊故宮的時候 關公幫助皇帝 他在那個 故宮 北京故宮的牆壁上 出現 幫助他們 所以對那些 那個時候的人來講 關公也是保護皇帝的 但是對都是很具體的 人看到的那個關公 所以對都在世界裡的顯示 那洛西 我今天不那麼講 但是洛西裡邊 一般西區裡邊的 關公是真正的關公 就演那個關羽的人 那個actor 演著 他就成為關公 所有的別的都沒有這個 他們不變成什麼神 劉備不是 劉備在三國系裡邊出現的話 他還是一個actor 一般的演員 但是關公 他演以前 演以前 他要做一些意識 他就變成關公 他在演三國系的時候 都是關公 被崇拜的關公 所以每一次你演三國系的時候 援朝以來 我們都有這句 援朝以來 他們所想像的那個三國系 都是關公的一個表演 這不是說三國系影響崇拜 是崇拜影響關公的演戲 這個我都已經說過了 歷史資料大多數有口頭來源 問題就是文字才有地位 但是這就是我們的問題 不是漢文的問題 是我們的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很大 但是很難解 但是所有的文字需要 所有的文言文 都是口頭說話的 口頭文的 口語的 翻譯 我們所看到的文言文 都是白話文的翻譯 可能不是絕見的翻譯 但是是翻譯 我們不用文言文講話 會是會 沒人聽懂 至少我的學生都聽不到 我喜歡跟一年級 二年級的學生 用文言文講話 開玩笑 來玩這非我所語言 那一類的 他們就聽不懂 它是開玩笑 我跟他們證明文言文是活著的東西 但是實際上我們不用文言文講話 我們不用白話 什麼地方話 方言 我們先用方言 可能把方言翻譯官話 官話 翻譯文言 而且這個都可以證明 實際裡邊已經有很多白話的影響 你看 你仔細地看 你會看得出來 更早都沒有吃 但是實際已經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要怎麼說 想翻譯 把文言文翻成白話的文化 這個很難 給我們來講更難 白話差 我的文言也差 我翻不成 但是基本上我們要把那個文言文 翻成白話的文化 口頭的文化 你既然做的話 是做的 你能夠做得到 但是很難 那我們 因為官公方面的資料比較豐富 你可以做到相反的翻譯 你就會發現 那個官公像 官公形象方面的資料 比所有的文字資料 除了記錄這個現象以外 都更早 比方說最早就是張翔馬 不是最早 最早就是那個碑文 香氣的那個碑文 神宗以後 折忠了 折忠時代 還是 神宗我不清楚 反正很早的北宋時代 很長的碑文 那個碑文還在 不在那個廟 那個廟已經不在 但是那個碑文還在 非常大的碑文 就是前面 背羊 背靈 後面都有 都有很多的信息 寫的非常仔細 是 官公崇拜方面 最早的比較仔細的描寫 非常好的描寫 而且 他的寫 神圖狀 Pigography裡邊 傳統的資料裡邊 沒有這個碑文 是 發生了代 才重新發現的一個碑文 而且 發現的人 是感興趣的緣故 不是因為有官公崇拜 就是因為他也描寫那個戲 地方的 演戲的方式 一些 一些內容 所以是 戲文早期 歷史方面裡的 很重要的資料 但是也有官公的內容 描寫他們一些軍隊 幾百個人 從山西和山西 一直到南方去 防衛 在南方打仗 他們輸 但是 輸的時候 有官公出現 幫助他們 所以他們回來以後 建立一個廟 新廟 不是重建 新廟 他們 背文裡邊 讓一些地方知識分子 寫下來 他們的經驗 主要內容都是神 都是官公來 他送迎兵 Spirit armies 他送迎兵 去幫助他們 防守他們 讓他們回到山西去建造 而且描寫 他的一些 形象的方面 很重要的是 描寫大刀 用木頭做的 毒氣 用木頭做的大刀 第二 他的木馬 那個時候 演戲 還有木馬 以後就沒有了 他用那個毒 但是 那個時候還有 我們英語叫做 Hobby horse 就是一個 一方 還有一個 馬的頭 馬頭 就是木馬 他的木馬 他的 有神像 神像的樣子 他不描寫 但是他描寫 有一個神像 還有一些別的信息 所以那個 背文很仔細地 證明 他們那個時候 十一世紀 中期已經有一個 觀光形象 口頭的 觀光 還是腦子裡面的 觀光形象 那張翔英 也有 那些別的資料 都證明 那麼早已經有 口頭文化裡面的 形象 不需要有什麼文字 而且有個畫 那個畫 到底是什麼時候 很難說 是二世紀 是三世紀初 但是你研究 道教文化的話 你就知道很多 所謂 哎呀 叫什麼 反正很多道教 可以 我們就很難說 是什麼時候 我們可以說 至少是那個時候 以後 那個時候以前 但是不能很具體地說 基本上是二世紀末 是三世紀的一張畫 最早的話 也有一個年畫 但是那個年畫 大概是 原末 還是清初 傳統說是 清朝的 它實際上大概是 原末 還是清 明初的一張畫 所以這個大概是 觀光最早的話 是它意識裡的話 所以我們肯定知道 是它 那地方故事 我們可以做研究 而且我比較講 那個地方故事 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地方 明天故事 我們比較了解 所以如果可以了解 明天故事的那個 傳播的 怎麼說 結構 structure 構造 我們就可以了解 別的故事的 那所有的 智慧小說 比起原來 都是地方故事 我之前不那麼講 但是原來就是 故事 是人說的 一個東西 以後就被寫下來 寫下來的時候 當然別寫了什麼 所謂明天故事 明天故事 翻成 把那個 翻成中文 但是也 Folk 都是明天 故事 都是 lore Stories Folk 有一個問題 明天故事 有同樣的問題 他們強調那個 不是精英的方面 但是傳統上 明天故事 也是精英社會的故事 不限於老百姓 不限於地方人 要不然 我們也沒有知識 因為 寫下來的人 都是精英 因為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不是老百姓的故事 這是所有人的故事 一個地方 都有一個故事 我們現在把它叫做明天故事 有一點公平 不合理 OK 所以我利用明天故事的時候 我把它當作流行的故事 popular 流行那個意思 不是老百姓的意思 因為英語的popular 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老百姓 一個就是流行 利用方式就是流行 很有行的故事 OK 所以包括精英社會 三個 那我們怎麼講 三國原理 三國志本身 都有傳說的內路 實際裡邊也有傳說的內路 我們一般的護士 因為我們很難知道 在司馬遷什麼時候 可靠 什麼時候不可靠 我告訴你 他非常不可靠 非常不可靠 他很多內容 他利用兩三次 特別是故事 很多故事 他利用兩三次 但是用的那個 context 環境裡面不是一樣的人 他同樣的故事描寫 不一樣的人 更有意思 我們先發誓 不是說 他們先挖掘出來一個 新的文獻 描寫 秦始皇帝 那那個秦始皇帝 他不叫做秦始皇帝 他就叫尊王 尊王 他快要去世的時候 跟他的一些支持人談話 但是內容很相近一些 實際的流行方面的故事 所以好像實際把秦始皇帝的故事 放在流放上面 所以我們現在更可靠的知道 那個實際不可靠 這個很難想像 因為實際就是secret 不能批評實際 所以我跟一些大陸的學弟已經吵架起來了 我喝酒都吵架起來了 所以我們還是朋友 但是他聽不上他就想 哦 還有人 可以胡說 完全 但是我覺得實際不可靠 中國就更不可靠 你聽得很容易 很容易就能 那個承受描寫的主要就是 漢堂末年的情況 那個時候沒有人寫下來 他們打戰的時候沒有人寫下來 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在打戰 你一邊寫一邊打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所以他們沒有人寫下來 就是劉備 關於張飛 朱格良在做什麼 是以後再寫下來 是以後再想像出來 所以很多內容不可靠 而且你越自信地看 越會發覺 我們對觀光的一些很硬的想法 比方說他喜歡看左傳 還是春秋 都是以後才發現 而且第一就是 但是原來我說那個日本學者 大中修高 他發現了 至少我看他的文章以後 我才知道 可能不是第一個人 但是我估計他是第一個人 注意到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也有人寫過 至少用英文寫過 三國絕的文學方面 但是三國絕文章 不是非常可靠的東西 很多都是口頭文化 口頭文化 口頭文化在這裡 不是說明天老百姓的那個口頭文化 都是所有人的口頭文化 因為沒有人去記載 所以這個實際上也沒有奇怪 我舉個例子 就是關於的胡子 我們都知道關於有很特別的胡子 但是為什麼有長胡子 原來的詞教都說長胡子 但是為什麼有長胡子 可能是模仿劉備 因為劉備也有長胡子 我覺得這個太偶然 所以第二 我估計你更仔細地去分析的話 你可以發現很多那些形象 受到別的文獻 還是口頭文化的影響 至少那個長胡子 它不是第一個有長胡子的印象 如果兩個印象有同樣的特點 我總是覺得那個太偶然 可能性不大 只可能 但是如果那樣的偶然性 很多的話 那就不是偶然的 左傳同樣 實際上佩蘇智 就是平駐那個三國之的人 它引用一個僵條傳說 余浩左手傳 這個詞有意思 對不起 可能他們不清楚 分順 分順略界傷口 那就是說它不很好 這個很禮貌 雖然它講左傳的故事 但是它延伸不可靠 它不那麼會 它就會說大概的意思 和中國人把我的文章翻成英語一樣 不 英語的文章翻成中文一樣 大概的意思 翻譯文言文一樣 大概的意思就可以 不很仔細 和我的中文一樣 大概的說 但是 這不是說它很會 那就是說它大概的會 大概的會 但是它不講春秋 在這裡都講左傳 而且那個時候 杜漢時期 會講左傳故事的人很多 為什麼呢 不是因為他們都會背那個左傳 就是因為左傳裡面的故事 都是軍隊戰爭方面的故事 所以你可以通過左傳去理解 好的打仗的方式 左傳就是幫助你打仗的一種 那就是東漢時期的左傳的用法 跟春秋根本沒有關係 那個時候的左傳跟春秋 所謂的公司 沒有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這個 它以後才發展起來 它說 它是看春秋的 所以現在你看 人能崇拜觀光的那個形象 你就會發現它在看書 但是這就是 以後才想像出來 根本沒有歷史意義 而且最早的 事實一定都是 大家口頭文化 因為好的江人 好的軍隊 都會講那個軍隊 會講打仗 而且會講打仗的人 都會 都認識一些左傳的故事 所以大概 在觀光聯會 所以文庫體的就是 國度文 那個時候的國度文 那這裡講 《三國演藝》裡邊 也有一些民間小書的影響不大 因為他的作者 他的作者 真正是誰 我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羅關中 可能 我們對羅關中的知識 基本上是沒有的 無所謂 誰錯我也不管 但是那個作者 把一些民間故事放進去 因為意識上 他沒有達到那個 剛才的人 他原來沒有這個 沒有大刀 他原來有個劍 至少 《三國演藝》裡邊描寫 他用劍殺人 劍殺 劍 劍你不會用大刀殺人 大刀是劍殺 而且 一邊而打 他們把你殺掉 所以大刀來講 是一個很不好的武器 無數上可以懂 但實際上優質不到 所以那個青龍炎月刀 是想像的東西 明天的一件 你沒有嗎 明天的 遊行故事的 明天的一件 想像的東西 軍隊不會利用 真的不會 我還可以解釋 時間有限 事有限 為什麽是青龍 顏月很容易 顏月很容易 顏月很容易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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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根造就沒有故事 我不能證明 但是我可以證明 我找到了 而不只是我 學者找到了很多龍變成刀的故事 所以 那個想像裡邊 明天裡邊 就有這個想法 一個刀 會有 會是一個龍的 小龍的大龍的一個 怎麼說 轉化 Transformation 發生 赤兔馬 大概沒有什麽宗教意義 赤兔基本上都是 赫色的意思 因為如果傳統上沒有 赫 Brown的那個說法 或者是紅 或者是赤 沒有Brown的那個說法 因為它沒有那個詞彙 他們的Brown 就是那個時候的紅 還是赤色 所以他說赤兔 赤兔馬的意思就是 像兔子一樣那麼 赤色 還是綜色 Brown 但是這個以後 就變成赤 橫那類的 好 普京當然也是一個 普京是一個和尚 一個和尚在三國 赤裡面 不起什麽作用 它都是完全 是純粹的文學性 還是宗教性的那種 但是這個 因為那個作者羅冠祖 他是誰 他是誰 他盡可能把所有的 宗教性的內容 叫出去 remove 他不喜歡 三國演義有什麽宗教性的內容 他盡可能把那個三國演義故事 和那個三國志故事 放在一起 做一個系統 所以那個三國演義已經代表那個宗教 我已經說過幾次 但是民間故事 都是所有人的故事 遊行的故事 那那些現在的 現在那就是 第二十世紀末年的 第二十一世紀初年的 每一件故事 我們可以去分析 關公方面的故事 我們可以去分析它的歷史 因為至少有三個故事 比較重要 一個故事就是 那個關公出生以前 當作魚肉 送魚的 別的是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是 他 他隨便魚肉不聽 魚黃大帝的話 是一個很重要的故事 第二個 現在我忘了 太 我應該拿我的書去看 已經忘了我書的內容 對不起 我才做新的研究 反正有三個故事 你們去看我的書吧 很貴 沒有brill那麼貴 沒有brill那麼貴 反正有三個故事 主要都是那三個故事 我們可以去做它的歷史 那些故事也有歷史 我們可以去看 而且從明末年以後 可以去看它的歷史 我發現一些新的資料 當然學者總是強調他們發出的資料 這個真的有意思 因為你們沒有聽錯過 天主教的文献 最早的關公的明天故事的資料 就是天主教 傳教士 不是他們寫的 而是他們影響的那些中國知識分子 中國文人寫下來的 因為那些傳教士跟那些文人說 你們的宗教不對 但是這個當然不夠 所以那些他們一直的談話 為什麼不對 所以那些傳教士這個推子我也不知道 他們早就去世了 但是我估計那些傳教士 都有聽他們那些文人講過 軍皇大帝 看下 風水 關公 他們一聽關公 就聽他們說 關公是偉大的歷史人物 那些文人 肯定那樣講話 我們肯定可以去崇拜他 歷史人物可以去崇拜他 那不是宗教還是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概念 那就是 我們不要光那麼偉大的人物和孔子一樣 因為那個時候 明國年開始有孔父子 當然 因為孔父子那個說法 孫朝一定有 但是也有官父子 所以他們把關於和孔子 當作同樣水平的人物 所以對文人來講 關公那個時候開始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所以肯定的那些傳教士 耶穌會的傳教士說過關公是誰 那些傳教士肯定發脾氣說 跟我一樣那麼糟糕的漢語都跟他們說過 不可以罵他 所以他們有那個對話以後 記錄下來 那我們現在所有的都是一個總結 不是那個 因為我們剛才看過 所以他們有個總結 沒有那個真正的對話 這是對話的結果 但是因為那些文人都是推子 那些文人 對關公有一定的知識 他們就跟那些傳教士說 關公是誰 他們不是按照那個 這就很觀念 不是按照三國就說 又不是按照三國的眼力說 但是按照我們現在二十世紀才知道的一個故事去說 好 這裡有一個例子 對不起 這比較短 好 這裡有介紹 關於哪 漢是相識 些量 人是 信 信 師 明 受 等等 那些內容 完全不是三國原理的 根本是三國這個 看我的書你們有機會 啊 又看我的書 反正 這些前宗教的新的用漢語寫的資料 是用漢語寫的文言文 簡單非常簡單的文言文 我們也看得懂 看得懂 我的學生也看得懂 有英文 非常簡單 真的 你們都看得懂 不是白話 但是還是比較簡單的文言文 他用文言文寫的那幾本書 都是選這個時候 選這個時候 不是出版 有朝北 他們沒有出版那些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有出版 大陸有出版 台灣有出版 是一個我的同學 朱銘丹 很有名的 天土教的學者 就是夜市會的 叫什麼 神父 他把所有的名過 清出天土教方面的 中文的書 都出版 所以 因為保留 也有這裡保留的 許家會 許家會的原來的 主書館在這裡 我不知道在哪裡 反正在台北 有某一個地方 突然大家喜歡 有什麼 還有羅馬 還有巴黎 三個地方 那些 那些書都被出版 可以去參考 非常有意思 不只是觀念方面 很多宗教方面 都有介紹 那些他們都介紹 跟我們現在的明天小書 一樣的事實 這就證明 那些明天故事 有一個 中國人喜歡說 悠久的 悠久的傳統 最早 我文憲來講 當然那個傳統更早 但是我沒有證據 我不能證明 我相信 那些明天故事 可能一堆地推到原來的 但是我根本沒有 沒有希望 去證明這一點 但是我有這個資料 還有一個悲人 還有很多別的東西 而且都是文人寫的東西 不是老百姓寫 所以文人把他們這裡所詳細的東西寫下來 那些資料可以去證明 那個現在的所謂民間故事 folklore也有意識 有小的變化 變化不大 五個學技 他們保留的那個現在民間故事的原貌 記錄上的原貌 唉 這就是兩個 第三個故事 他出色一個女人 另外一個 他不喜歡的人 所以關公 關公不是好人 他不是好人 他是me too me too 可能 但是這兩個故事 對我們來講比較重要 比較不便 一個是他亡命的故事 亡命 都是三國之的說法 以後沒有人懂 亡命是什麼意思 亡命 我們懂 我懂 而我懂 根據行朝的研究者的理解 行朝的研究者 他們利用出土文獻 去分析亡命的意思 亡命的意思就是 不付稅 你不要付稅 現在又很麻煩 不能逃走 那你可以從這裡逃到大物 他是出大物 他都沒有 他是除非你逃走 不是 你可以逃走 那個時候很難 那個時候比較容易 你搬到另外一個線就夠了 究竟就不行了 所以亡命的原意 我們就懂 都是不付稅而逃走 這個有很多根據 出土文獻的根據 這個我們都很清楚 你去查 韓語大字件什麼 你就會查到 但是以後 他們就不懂 亡命是什麼意思 他們認為 他大概 殺掉一個人 亡命 殺掉一個人 去逃走 所以那些文獻故事 歷史文獻 都說 他是殺人的 不是都說 三國界都說亡命 因為他也不懂 可能 但是以後 他們都去解釋 他們不喜歡 不明白的地方 所以他們 想像一些解釋 他們想像的 就是那些故事 所以他們都說 咦 又亡命 又有那個奇怪的姓 更奇怪的名字 為什麼 信光 教育 那肯定有一個人 一個典故 一個典故 第一 原來 關於不是他的心靈 原來是他幫 原來他姓什麼 比方說 是受 還是受傷 是受傷 也有別人 是比較穩定 是受傷 這個 建築教的故事 他就叫 是受傷 原來他有另外一個姓和名 他去幫助一個小姑娘 我們都喜歡幫助小姑娘的人 我簡單地說 幫助的時候 他要殺掉一些壞人 我們都可以贊成 現在都不錯 但是那個時候可以殺掉壞人 他當然那個時候也不行 所以他逃走 逃走的時候 幾乎被抓住的時候 那些兵人就說 你是誰 我不叫靈 我叫官 我不叫軍人 我要魚 為什麼呢 只關為性 有一個門關 只關為性 他就指那些 鴨 他就說魚 所以我叫官魚 所以他變了他的性 肯定 而且觀音還是誰 神 又把他的臉變紅 所以他的臉紅 有這裏 有這裏 全舊附近的一個神 過神王 他也變黑了 為什麼呢 有原因 有個故事 所以很多神 他們的神像 長期就變顏色 一般變黑 因為受那個 超像的影響 所以變黑 那關無可能也有這個背景 我不知道 反正他很早已經有紅臉 那為什麼有紅臉 很奇怪 一般人這個也不是 你有紅頭髮的話 你可能 紅毛鬼 可能有紅臉 真的 有的荷蘭人有紅臉 但是不非常紅 不那麼紅 但是紅一點 學比較清楚 但是一般來講 我們就沒有那麼紅的臉 所以 大概是神幫助他 所以那個故事裏邊 也有這個方面 所以 這些信息 在 都是一個故事 當然不是事實 但是這個信息 也有它的歷史 而且我發現的資料 都是人寫的 所以 不是老百姓的東西 第二個故事 被處死的 魚湧的花生 我 天主要文獻 沒有找到 但是別的文獻 我就找到了 不是我 就是別的學就找到了 這個故事更有意思 而且對那個 了解 距離的 經過以來的 觀光方面的 了解很重要 因為在距離 這個影響蠻大 中國那個亂談 這個影響蠻大 它 這個魚湧 它不是關於 這個魚湧不聽 魚湧的那個命令 它不聽話 不喜歡那些人 文學上我們喜歡 實際上我們都不喜歡 有個矛盾 但是文學上那些人 堅持上 堅硬上 是有意思 有個故事 但是它不聽話的時候 它去幫助一個農村去送魚 當然這是好的事情 魚湧在這個故事裡 不是好人 雖然那個農村都是壞人 但是最後還需要魚 所以它送魚 因為那個農村裡 有一個好的人 有一個好的人 所以它 上次錯過這種幫助 第三次以後 它被處決 被處署 你們都認識這個故事 因為西遊記裡面 也有這個故事 雖然不是關公 但是地門的故事 那邊也有 哪個故事找 我們都不知道 很難說 我也不管 反正那個故事 乾隆時代一定有題材 關公方面一定有題材 口語的題材 那個一個和尚 可能是胡錦 可能是另外一個和尚 受血 利用那個血 它就可以復生 重新生活 成為關於人 所以它才成為我們所認識的關於 但是關於也幫助 在中國北方 它也幫助農村送魚 現在還做 而且清明末以來 我們有記載文明 它有這個功能 而且不是南方的 都是北方的功能 因為北方下流的不要 OK 還有很多 但是最後 所以我覺得 口頭文化是值得研究的 而且可以研究的 當然 我們研究每一個口頭文化的部分 因為資料不夠 你要選擇比較好的資料豐富的題目 才能研究 但是可以研究 而且通過這個研究 所以我們就可以證明那個口頭文化的意義 可以怎麼說 reconstruct 複磚 可以創造一個 了解方式 一個分析方式 利用那個分析方式 我們就可以理解更多的 資料不那麼豐富的情況 所以 法經常都說過了 所以雖然有歷史文學 雖然有文學作品 我還覺得 最有影響的還是口頭方面 但是第一個 我們需要故意的 很制度性的去研究 才能發現 才能挖出來 是需要一種考古學 一個考口頭學 一種 口頭文化的考古學 怎麼研究 第一 我們要意識到那個文人 是翻譯地方文書 他們不是寫下來 沒有地方人用文言說話 他們用他們的地方語言 那個地方語言 都受到那個翻譯 但是翻譯的時候 很多信息就被改 所以那些文言本不可靠 所有的文言文 現在的觀話 都不可靠 都是一種翻譯 一篇故事 我提了一個什麼意思 我也不懂我 對 我明白 奇跡經驗 所以先有奇跡經驗 可能先有我告訴你 林教授 他就覺得很有意思 但是他也有別的故事 在裡面 所以那些他已經 所有的聽過的故事 影響 我的奇跡經驗 報告 那個報告都被另外一個教授寫下來 他寫錯了 有另外一個人寫 所以這個傳播過程中 都有變化 而且那些變化 有一個制度 不是偶然的 所以一個原來的 比較獨特的奇跡經驗 變成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奇跡經驗 那這個過程 有時候你可以去 複製 但是有時候就不會 所以你要意識到這個問題 第二 民間故事有歷史 而且用那些民間故事 你可以去瞭解 民間故事的來源 我還沒有講到它的功能 但是那些故事也有個功能 剛才的故事 剛才的故事跟你說 為什麼 崇拜關公是好事情 關公是幫助沒有地位的人 就是沒有影響力的人 他幫助小姑娘 幫助一般的農民 一般的文人 沒有地位的人 這就是他的功能 而且這是很重要的功能 當然他不能解決問題 最後是一個獨裁國家 最後你沒有辦法 但是你有希望 而且你有希望 你就有好一點的生活 馬克斯說得很清楚 False consciousness 假的意思嗎 False consciousness 當然這是宗教的功能 但是這些都可以 但是這些是好的事情 雖然不覺得問題 但是還是好的事情 所以這些故事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所以最後文字的意義 我不要否定 我喜歡文字 沒有文字 沒有歷史 沒有東西可以去研究 而且我最後還是給數字 我前夜調查 前夜調查 我覺得非常重要 但是我一去 我就不舒服 因為我提的問題 非常不禮貌 非常不禮貌 外國人來講好一點 我可以問一下 你的母親在做什麼 一般你不可以去問 因為他的母親 就跟你的母親打電話 說你不禮貌 不懂事 但是我可以 所以我們外國人也有好處 但是我們語言很差 方言更差 經常除了一副以外 有一些學者會講方言 但是一般西方學者 一般西方學者不會講地方話 所以做檢驗教授很難 還有很多別的情況 但是需要做 所以現在做最好 要不然還完 但是歷史上就必要麻煩 所以我們要 否定那個文字的意義 也不是說文字沒有意義 但是它的意義 是我們誤會 不誤會這個意義 還是不完全懂那個意義 所以我們要重新看那個文字的意義 文字和文字怎麼代表 文字字要怎麼代表過去的經驗 過去的時候 所以文字記載就是 口頭文化的結果 不是前提是結果 最後的情況 最後的結論 是一個記錄 不全面的記錄 不理想 唯一的記錄 但是不是理想的結果 而且是翻譯 所以我研究那個 早期佛教的時候 我就發現 翻譯 了解這個方面非常重要 所以是用翻譯的總點 但是我們留下來的 都是那個總點 不是那個原本 所以我們應該從口頭文化 去了解這個方面的文化 這就是我的心理 建議 好 楊瓦來 我還很緊張 我還 我會掏走了 我就 這個演講非常精彩 我也不用多講太多 很幽默又非常的有邏輯 我有兩個很小的結論 第一個 我們一定還會再邀請天海教授來演講 第二個 我們還要買他的書 所以他很多資料根本還在書上 我們還沒有看到 這個非常重要 但是我們覺得 因為我們現在在做口術審的研究 然後我們也在做很多數位人文的研究 但是其實很多東西 我們還沒有找到很好的方法 但是天海教授的展示 讓我們發現 我們不是要一直去畫那個地圖 我們要知道怎麼去解釋那個地圖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還有這些口頭文化的資料 對我們來講 我們現在找到四種以後 但是以前還沒有人可以採訪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方法 可以透過一些歷史的文獻 知道它的形成的脈絡跟背景 知道它是來自於傳說的這些部分 所以說我們在道教 雖然很多道章沒有記載 我們可以試著從一些教外的資料 我們再來考慮 非常感謝 那我剩下時間不多說 因為只剩十幾分鐘 天海教授晚一點 那還要趕去那個法庫山 參加另外一個會議 今天晚上是主要先去休息 對 那我們趕快開放 來請說 我兩個問 你先說 我先說 那個 首先我說 我真的很感謝天海教授 我一直很 這真的是很精采 然後 沒事我掃得多吧 我聽懂 然後 天海教授 我看那個地圖 就是 就是 前教授這個 你的這樣的方法 其實是我一直在期待的 對中國古代的歷史和文獻 包括作品 包括宗教的研究 有某一個這樣的方式的 今天我看到 而且是一個很系統的 而且我覺得 雖然很多細節 可能還可以再探討 但是整個方向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好 然後 我比較好奇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 你去大陸交流的時候 然後 因為我自己是大陸的 然後 你沒有移送的 沒關係 然後 有一個比較好奇 就是 因為我原來是做 中文系的 文學研究的 而在中文系裡面 我們普遍已經有這樣一種認識 就是比如說《三國演義》這樣的小說 它實際上就是口頭文學的結果 而不會認為說 它是反過來影響了民間 它去影響了宗教 而是口頭文學影響了宗教 影響了民間 然後口頭文學最後被文人化 或者 某一個精英把它總結 最後形成了 或者幾個精英 或者這樣總結了一本小說 那麼 我就不太明白說 您在大陸交流的是哪一批學的 是史學的還是宗教的 因為它不是中國文學的 對 那大概會是 歷史學家 而且搞宗教 搞宗教一般 或者是搞佛教 還是道教 有的可能是民間的信仰 但是那些學的不多 那可能是因為不同學科的一種認識差距 會非常非常大 有可能 第二個我很好奇的一點 是您有讀過William Arlan的作品 阿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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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 我覺得您可以去讀一下 因為他在研究基督教起源 特別研究究約的成書的時候 他使用的方法和您的非常的像 他使用的就是 你可以發一個英美嗎 阿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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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談這個口語的這樣一些資料的使用 尤其是口頭文化的考古學術的部分 我非常的認同 但是我這邊有一個問題是關於就是說 不知道那個關於比如說一些伏肌的資料 或者是這些就是軟糖的這些資料 它是不是也屬於你的分析的資料的一部分 還是說你把它排除在外面 我什麼資料就可以用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怎麼拒絕? 我也用過 第八章 我網天傳比較研究過 所以我基本上我最主要不是研究這個方面 因為是18、16世紀的東西 我比較強調那個早期的 但是我也研究過 因為那個詞 對不起 你還沒有回碼 我很好奇說你怎麼使用這些資料 他在口頭 文獻也有幾次 所以也不能說所有的文獻是同樣的現象 所以一個 我覺得一個 明我也有上述 但是比較普遍的伏肌現象還是挺少的 是八十第千龍時期越來越多 而且我的假設完全是假設 我肯定對 但是還是一個假設 我沒有證明 可能有中國學生出過這個言論 就是說 那個文獻率在千龍時代開始越來越高 這個很難證明 但是我估計 因為到明武的時期 上述都是文人的 都是經營的東西 但是十八世紀開始 也是第一點的地方經營 但是更第一點的商人 而敵的就是講文詞律 那樣的敵 他們越來越做那些東西 所以不只是那個上述 還有那個宣講 還有另外一些和文獻有關係的宗教現象 都普及起來 所以我估計這個和文書力應該有關係 要不然你不錯文獻 你可以買 但是在中國沒有需要嘛 所以我估計千龍時代所有 因為社會發展 因為社會發展 那個文書力提高 因為文書力提高 所以宗教 我研究的那個宗教現象 也在改 那伏計 亂談嘛 這是這裡的說法 伏計還是 伏計那個運動 和宣講 山崇雲都有關係 所以這個我也必須要研究 因為伏計是一種 把口頭文化 翻成文字的一種方法 宗教性的方法 所以非常值得研究 我研究的不夠 因為還有很多東西 他們就允許我寫 一萬五千詞的一個書 一位我是有名的教授 我可以寫那麼厚的書 一般學的 可以寫 開始的時候 你可以寫 十萬詞 文章 不是 文章 不是 cui 文章 不是 文章 文章 不是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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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扭進都不行,他們賣不出去,太貴 real 可以,但是更貴 因為我要有讀字,所以我不要寫更多 而且我已經討厭了 對不起 Don't worry 沒關係,我討厭這個題目 因為我學生時代,八十年代一開始 你覺得要錯,但是沒錯過這個題目 因為太大 寫完發表,不,發表之前 我有另外一本書,Practicing Script 就是研究這裡的龍華派,龍華會的那本書 研究完了那本書的時候,我就決定 OK,我不可以做新的研究 只要把所有比較多的以前的研究做完 所以我決定把《觀光信仰》寫完 但是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我見過的時候還沒有讀過《望天傳》 還有剛才的那個中文大學的學生 劉淇蘭 對,還有另外一些學生 對,那個腹肌運動方面的東西 所以我還很簽證 所以我以為OK,很快也會寫完 因為所有別的方面我都研究完了 當然有些東西還要讀 第一步 我有一個形象 我開始讀那個東西的時候,我覺得OK 沒辦法,我必須要把那個資料放進去 但是我不要做太多的新的研究 因為我已經討厭了 我們都有這個過程 我討厭了,所以我做最起碼的研究 但是最起碼的研究已經很好 因為對我來講 你去看,你們可能不同意 但是因為我發現那個清末的《觀光》 和以前的民間故事有關係 這個別的學生都沒有出來 據我所知 他們沒有弄清楚 所以王天川研究的那些 山書 是不是那個我們西方教 《千年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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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千年王國》 都是《千年王國》 《千年王國》 《千年王國》 《千年始人王國》 《千年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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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桑》 《摩桔》 《摩桀》 《摩桀》 最altresん cutting in Taiwan 他們都相信 觀 Lancet 跟隆隆大帝 我們的明天故事差不多 所以我們他們會放大規模的書 我就可以發現《落戒信仰》和《明天故事》有一個聯繫,一個connection。 所以我是有一個小小的貢獻,但是基本上我讓給別人。 因為我討厭,我做心理研究。 感謝田海教授,我看這個地圖,在這個上面顯示的是那個廟宇, 廟宇最重的地區是那個山西省和河南省,如果跟那個山東省跟河北省有相比, 在這張地圖上我們看到的是山西省和河南省的那個比例是最高的, 如果相比其他的北方地區,比如說河北省和山東省, 其實情況並沒有像山西河、河南那麼明顯。 那這個是首先先想請您有沒有看過您的書,不好意思。 我也有個解釋,你可以解釋一下。 然後還有第二個問題是,第二個問題是,在您使用那個貝克筆記之貫小說這類的資料的時候, 那您如何去辨別其中有相似名稱的這個觀光廟,比如說山西某個地區它,某個州它叫觀光廟, 另外,或者它同一州裡面有另外一個觀光廟,那如何去辨別說它是同一個, 或者它是不同的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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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 像說這裡,馬祝嗎? 馬祝,是專格大學, 所以不是台北, 就是台北的某一個區, 某一個街路, 那麼具體的話, 有兩個廟在一個地方的可能性不大, 它有同樣的歷史的可能性也不大, 所以地面上你可以很容易地分辨, 而且我選擇的都是一個縣, 最早的廟, 特別是你說得很對, 山西、河南, 觀光沖廠最普遍, 因為很近, 有交通方面, 而且你放在, 你把山河流放在上面, 更清楚, 而且我現在去過那些地方, 我原來沒去過, 我去城市, 外人都去城市, 但是現在我在山西南邊, 金南地區, 河南的那個, 西北邊, 我都做了一些短期的, 田野家長, 我都比較, 現在比較一直到那個交通方面, 就發現很多文化現象, 都在那兩個地方都很相近, 不只是觀光廟, 也有湯王廟, 還有別的, 所以好像是一個文化區, 而且我書裡也講, 每一個文化區, 也有它在一個觀光的這邊, 所以我雖然在這裡說, 全國的崇拜, 但是每一個地方的崇拜都不一樣, 不見得一樣, 好, 這是最後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最有一次, 因為我原來不懂, 我很不懂, 但是這個也不懂, 為什麼在山東的, 現在的山東的北邊, 有那些綿紅, 我覺得很奇怪, 有什麼道理, 為什麼在別的地方, 沒有, 我學生說我不懂, 所以書裡沒有介紹, 現在我有個假設, 原來那個黃河, 這個和黃河有關係, 你認識你的歷史的話, 是你的歷史, 不是我的歷史, 我不需要知道, 你們需要知道, 你知道黃河一直的變, 不是一直的變, 但是有幾個變化, 很重要, 第十二世紀, 它南邊,南面, 南頭南方, 揮河出, 所以現在北方, 正好地方都是根據那些城市, 不完全對, 但是差不多, 為什麼那個時候, 雖然沒有黃河, 雖然沒有黃河, 還有那些地方, 都崇拜, 關公, 誰崇拜, 大概是山門, 有一些人在說是山門崇拜, 因為那個時候有一個祭和, 雞南的祭, 因為我在什麼地方去做檢驗調查, 去年, 去年的五月份, 在雞元縣, 雞元縣就是雞河的原, 雞元地方, 不完全, 基本上就是, 原來有一個雞河, 一個雞河沒有的原構, 就是因為黃河, 在十九世紀, 是道光時代嗎? 道光還是賢富時代, 他便從南方, 便到北方, 是道光時代, 四十年代, 十九世紀, 四十年代, 他便到, 他拿什麼河流, 他就拿, 他代替祭和, 所以原來, 宋朝的時候, 金朝的時候, 也是北方, 金朝的時候, 那邊, 正好, 那些地方, 不惜, 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都有幾何, 所以我的假設, 我不能證明, 而且我沒有希望證明, 沒有知道, 我沒有希望證明, 但是我的假設, 我習慣我的假設, 不喜歡我的假設, 但是我覺得我的假設有一個好處, 它會解釋事實, 一個好假設, 會解釋事實, 它不完全, 不真的對, 但是它比別的假設好, 因為如果一個假設, 會解釋很多事實, 這是好假設, 然後另外一些學者去批評就可以, 當然, 而且書上批評, 清楚嗎? 所以我估計這個, 和交通方面有關係, 另外一個推測, 這個我研究過, 就是在山北, 山西北邊, 河北, 河北, 那些都是一個路線, 遊戶, 就是一支圖, Postle System, 這個我書裡有一個表, 因為這個在地圖上就不清楚了, 信息太多就不清楚了, 而且我還不控制那個, 那個, 還沒有完全掌握那個GIS的那個, Programs, 因為我還不, 很有能力, 能力有限, 但是如果你GIS, 因為GIS, 你要學會很多, 電腦方面的技術, 我還沒有完全學會, 我還在玩, 玩的時候, 我把這個玩出來, 但是你把路線, 就是由一支都放上去的話, 你會發現, 這些廟, 這些地方, 大多部分, 一般以上, 50%以上, 都在遊戶, 比較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把遊戶, 遊戶站, 作為一個交通方面的象徵, 所以我估計, 這個都和那個交通有關係, 這個是遠一點的地方, 當然南方越部, 山西南邊和河南, 東邊和北邊, 也和交通有關係, 但是那個交通慢一點, 所以那個傳播會細, 更細, 因為是小商人傳播, 別的地方, 如果假設對的話, 如果假設對的話, 別的地方應該是大商人傳播, 更近應該也可以是小商人, 還是一般的人去傳播, 所以這個也可以去確立, 但是需要更多的節節調調, 因為比方說, 紀元先有一個金朝的廟, 我原來不知道, 因為沒有, 怎麼說, 地方就沒有記載, 但是我去田野, 跟很多中人在一起去做田野調查的時候, 我地圖上發現, 他們觀光客的地圖上發現, 有一個金朝的廟, 我去看, 所以實際上有更早的廟, 而且那個廟在公路的旁邊, 而且一般現在也不是高速公路, 但是一般的公路是傳統的公路, 所有國家都是, 現在高速公路都沒有代表性, 但是一般的路, 都根據船路上的路, 也很有道理, 所以我估計我改, 但還需要演唱, 複雜的回答, 因為我們時間已經到了, 有車載的天海教授, 還是非常感謝天海教授今天, 我們現在除了兩個結論, 還有第三個, 我們以後希望可以多合作, 我們可以幫你跑腿, 收集資料, 我們來做一個合作案, 把這些東西的資料,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基礎, 我們可以來做, 到時候再相談, 好,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我們在最熱烈的掌聲, 拿個提示一下, 沒關係, 好,